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爆料显示 苹果M4 Pro的跑分已在Tickbench 6平台现身 单核得分3925 多核得分2669 跑分页面信息显示 搭载该芯片的设备型号为Mac 16 7 配备14个CPU核心 时钟频率为4.5亿GHz 48GB内存 预计为新款MacBook Pro笔记本 作为参考 配备M3 Pro芯片的16英寸MacBook Pro 单核成绩3141 多核成绩15629 搭载M3 Max芯片的16英寸MacBook Pro 单核分数3206分 多核成绩为19166分 而配备M2 Ultra的MacStudio 单核得分2656 多核得分21601 配备24个CPU核心 64GB内存 分别来看 全系iMac提供蓝 紫 粉 橙 黄 绿 银7款配色可选 依然沿用24英寸4480×2520分辨率显示屏 支持P3广色域 拥有500尼特亮度 配备12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升级了人物居中功能 支持高速WiFi61荷兰牙5.3 高准版机型配备两个雷利丝接口 高配版机型配备四个雷利丝接口 全新Deck Mini在外观设计方面 进行了重大更新 宽缩减至12.7厘米 相比前代减少7厘米 而高度则有所增加 来到了4.97厘米 并且将电源按钮挪到了机身底部 正面均配备两个USB C接口和一个耳机接口 背面则有三个雷利端口 其中搭载M4芯片的Mac Mini为雷利4端口 搭载M4 Pro芯片的Mac Mini为雷利5端口 标配千兆网口 最高可选P10GB网口 还有一个HDMI端口 无需适配器 支持直连电视机或HDMI显示器 而对于新款MacBook Pro 此次苹果带来了14 16英寸两个半等机型 标配16GB内存 最高可选32128GB 全新MacBook Pro 均配备Liquid视网膜XDR显示屏 且提供全线纳米文理显示屏可选 SDR亮度最高可达1000尼特 HDR亮度仍为1600尼特 升级了1200万像素Center Stage摄像头 电池续航最长24小时刷新Mac续航记录 对于购买2024款N4 iMac MacBook Pro Mac Mini最新产品的用户 苹果将于11月8日 推送Mac OS 15 OneSeq Waller 并解锁部分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苹果对产品优化 旨在带来更多功能和AI体验 不管是新款iMac 还是新款MacBook Pro Mac Mini 共同的变化都集中在N4芯片上 更大的统一内存 带宽和速度的提升 以及越来越受重视的神经网络引擎 而这些变化 最重要的一个出口或者收落地点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正如苹果在三款新品介绍中反复强调的 Apple智能为Mac开启全新纪元 将个人智能带入个人电脑 从今年年初的M3 MacBook Air开始 苹果其实开始拥抱AIPC的浪潮 苹果在最新一季财报上还表示 2025残念将继续推进一切必要投资 持续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项目 进行资本支出投资 与之相对的 是苹果在产品策略上一定的调整 10月28日 苹果宣布第一部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正式登陆iPhone、iPad和Mac 在Mac上 Apple Intelligence已经深入到操作系统的底层 支持多种全局AI特性 包括自动文字处理 图片消除 智能回复等功能 Siri也正式迎来了底层升级和ChatGPT的介入 苹果并不急于追求那些眼花缭乱的AI炫技 而是选择了一种更稳健的策略 让AI真正为用户服务 这种策略意在让AI成为生产力工具 帮助用户专注于创作和思考 而不被复杂操作打断 同时这一代Mac以M4芯片的神经引擎为基础 着重提升AI性能 以MacBook Pro为例 M4版相比M1版性能提升了超过三倍 M4 Max版甚至在高内存下 可以在本地运行近2000亿参数的大语言模型 苹果的另一个策略是通过生态整合强化统一的AI体验 使Mac与iPhone、iPad等设备之间 数据和用户体验更加无缝 统一 与其他设备厂商不同 苹果在AI应用上的独特优势 在与其对软硬件的全面控制 再加上Apple Intelligence私有云计算的加入 在原本跨设备体验的生态优势 苹果通过Apple Intelligence 让系统级的AI功能不仅可以全局使用 并且在各设备间同步应用 当然 在今天这个AI越来越普及的时代 隐私问题也越来越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 苹果也清楚这一点 Apple Intelligence的很多AI功能在本地完成计算 减少了数据在云端处理的风险 同时还自建了私有云计算集群和数据中心 在确保AI处理速度和质量的同时 也在守住苹果隐私安全的品牌设定 随着这一轮搭载M4芯片Mac产品的发布 苹果在一定程度展示了 它在AIPC时代的产品方向 即以Apple Intelligence为核心补足硬件上的短板 扩大于现在性能和能效上的优势 再通过软硬件的全面整合 让用户体验到真智能带来的便利 而这仅仅是开端 未来的Mac还将随着Apple Intelligence的更新和释放 还有可能在生产力和智能体验上做出突破 在刚结束的财报会议上 苹果透露 明年Apple Intelligence将上线更多国家和地区 同时明年4月起 还会增加新的一波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但AIPC到底能够在体验上 带来什么样子的变化 实际上整个行业还是处在各种探索的阶段 不过追根究底 可以明确的是 端侧AI对于硬件资源的依赖性极高 需要更强的计算能力 更稳定的设备表现 以及更出色的能效管理 最重要的是 消费电子市场到头来 只会看最终给到用户的产品体验 对苹果来说 关键是加快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 并且充分发挥端侧AI算力 以及从芯片到操作系统 到硬件的垂直整合优势 反过来 这种机会也不会只留给苹果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对于苹果刚发布的Mac系列 也还有什么要说的呢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Jeffrey Tech 我们下期再见